中国珠洛杉矶总领馆于8月13日星期六上午11点 在一楼大厅为2011年与2012年学年复华留学生举行欢送仪式即招待会 并邀请领区内获得中国政府复华留学奖学金的学生 及被录取学生所在学校的主管、校院及领导和教师100余人参加 我们来看一下当天的新闻报道 卖教现在已经2011年与今后的几十年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游户 我觉得会打下一个非常好的技术 这个有两种奖学金一种就原来中国传统的叫中国政府奖学生 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这一两年中美两国之间有一个叫中美高层人文磋商交流机制 那么这是一个新的这个小学金项目 所以加价一共32号 我八年前开始学习中国武术 我热爱武术 我是李小龙的迷 所以我觉得中国武术是世界上最好的自卫方生 所以我开始学武术 四年前我开始学中文 因为我觉得要是我学中文 我学武术的机会比较丰富 所以我现在收到这个奖学金 我会去北京上首都体育学院 我非常兴奋 我会待在北京一年 我会学武术 我会每天练习 不怕吃苦 所以我非常激动